好,各位同学,我们这条影片是讲中二的,关于8.1的C这个部分 叫做三个人的外角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外角 如果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图 我们看到有一个三个人 如果我们在C的位置延长一条直线 即是延长出来 不够粗一点 延长出来 而延伸出来的 用AC这条线 和延伸出来的位置所形成的这条角 我们就称为外角 我们就称为外角 可以吗 那我们就会有一些关系 稍后再讲 那我就想讲一下下面这个图 如果我们不仅在C 即是延长之外 还可以延长到另一边 你看到下面这个图 延长到下面这条线 那这条外角呢 都是在这条线 和这条线 形成这条角 都称为外角 OK 好了 那现在呢 首先我们要辨认哪一只外角 辨认哪一只外角 那我们一起看看下面这个练习 那你可以打开书 看一看 也可以再做 那譬如 那譬如 P这点 是不是三个型ABC的外角呢 那我们要想起 首先 P这点怎么形成出来 是不是这条线延长 和原本这条线 形成这条角 是不是 那所以P就是外角 那而Q又是不是呢 那Q呢 是怎样的 是这条直线延长 和这条直线延长出来的这条角 两条都是延长线出来的这条角 就不是外角 一条是要呢 原本 那条线 另一条线 另一条线 和延长出来 原本和延长出来 得出的那只角 就叫外角 这只角 就是里面这只角 对顶角 你都可以想成就是 三个型的其中一只内角 和它的直线上的轮角 外面那只角 就会是那只外角 那所以R和S 留开给你自己想想 OK 那接着呢 下面呢 就问你 就是 对于这个图形来说 第二条 对于这个图形来说 究竟CAB CA ACB 哪一只角 求下列国 外国的内对角 即是说 你找回它的内对角 找回 求 它的内对角 即是这个角 哪一只角 是它的内对角 那你就回答了 接着ACD 这一只角 它的外对角又是哪一只呢 你可以想一下 那我们回来 上课的时候 就会和大家说的了 那外角形 变形了哪一只外角 之后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看看下面 原来呢 我们将一个三角形 将一个三角形 有三只角 那这只是外角 我们将这只角剪出来 将这只角剪出来 就像这样剪出来 你会发觉 拼下去呢 会是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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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A加B呢 就会和D是重叠 因此我们就会发现 D呢 其实是等于 A加B D呢 会等于A加B D呢 会等于A加B 那我们就会发现 到下面这条的公式 就是如果在三角里面 有条现场先 出了一只外角 而这只外角D呢 就会等于A加B 是会等于A加B 是会等于A加B 行不行 那这个是一个剪子的方式去理解 那现在黎尔就会和你说 一个计算的方式 很简单的 这只A 和这只B 当这只X 是否A加B加X 会等于180度 因为三角是内角和 和 所以 A加B 就是180度 和X 同意 好了 我们停一停 先不要动它 在另一边上 X和D加 是什么 都是180度 是否 因为直线上的轮角 和 这个是三角 和X 成三角 和X 这是直线上的轮角 所以 这个D 也是 180度 和X 和X 咦 有没有发现 两个都180度 和X 那就是换句话说 A加B 就等于D 那就是这一条式 是不是 这两条式就会双等 其实可以用计算的方式 都可以证明得到 这个就是我们所学的三角 外角 OK 这个让大家先知道 下一堂就会和大家计算数 好了 这段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